慧淑就是整個社會會亂掉 被判處形的人已經沒有結婚 已經就是背部向天就是畜生 如果不該槍戒掉出來社會 是製造社會越紛亂而已 這對助安是一個危機 你若是沒有結婚 這個死刑會越來勇生越來越大 以後恐怕警察會無人家做意義 變成警察是一種危險行業 會使河縣這事鑄造社會更紛亂 因為損民通常不會介入人的因果 就像最近有一些當主委的 也是要離開當主委之後 他被槍擊之前也是去廟宜拜拜 還有當主委 現任主委患毒也造成被抓 有當管主的他也是被當街被槍殺 所以一般損民不會介入賈方跟乙方的因果 因爲因果損界也有帶天行手 先斬好做 如果遇到壞的歹徒他造成造殺不誤 不可能說損民會去介入因果 所以說會使河縣就是整個社會會亂掉 因爲這種人已經就是靈結生正常的人 有靈魂 生魂 結魂 這種被判處形的人就是 他已經沒有結魂 已經就是背部向天就是畜生 如果不用擺槍擊下來 出來社會是製造社會越紛亂而已 就對助安是一個危機 況且 你若是越沒有結魂這個事情 會越來鄉親越來越大街 你知道越來越大街 以後 強行警察也沒人家做 因爲 變成警察是一種危險行業 這個主導有關單位去損失 所以我堅決反對 絕對愛 不可以廢除屬性 因爲 每一個人對所作所為應該主極負責任 這樣對相對人才有一個交代 因爲 這個人沒台沒錢去靈體時 你看他們的家屬是滑透口 所以我堅持反對 就是一定要 合宣這是不對的 一定要 就是一對一 就是說英國論就是你對人怎樣 人也是會對你怎樣 這個不可能以後抱怨 所以我堅持反對會輸 他說保障人民的生命權 那被他們殺害的人 那他們的生命權呢 被害人跟被害人的家屬的心理問題 憲法不需要給我們一點保障 今天憲法這樣子 有死刑跟沒死刑是一樣的 那請問我還要相信什麼 那我們家屬要怎麼辦 我們剩餘的被害人家屬 活著的人 那又要怎麼去面對我後的死刑 對於死刑釋憲結果相當遺憾 台灣37名死囚共同申請死刑釋 憲法法庭20號雖宣稱 死刑核限但限縮適用範圍 發向難以執行的標準 被外界解讀成 台灣實質走向廢死 宣判結果出爐 各界輿論持續發酵 多數人無法接受 如今大法官作出解釋 而發生在今年5月 震驚社會的新北三重祖孫三代滅門邪案 被害家屬還沒走出傷痛 陳姓大姐沉默多日首度 對外發生 講白一點 現在層層關卡 有死刑跟沒死刑是一樣的 那請問一下 好今天你們保留死刑 是因為確實它有赫止的效果 但是你今天如果不執行 那請問這個赫止效果還有用嗎 所以說每個人要在去犯法之前 都先去做精神鑑定嗎 而且好像不是說現在 你連在審理的過程中 在開庭的過程中 你這個人只要擁有了精神任何問題 你都不可以判死刑 那請問一下 那對家屬來講 那算什麼 那每一個人都在法庭上直接講說 我有精神疾病啊 那他就不用判死刑了 他說保障人民的生命權嘛 那講白一點 那當這些人被他們殺害的人 那他們的生命權呢 誰給他們 那現在給我的感覺就是 因為他們被抓了 保障了他們的生命 那請問一下 被害人跟被害人的家屬的心理問題 憲法不需要給我們一點保障嗎 那請問一下我今天發生事情 那我報警 走進刑法 走進法庭到底要做什麼 那對於這個視線結果啊 未來勢必會影響到這個家人的這個判決 你怎麼看呢 這種給我的感覺就是 難道要像國外一樣嗎 那種所謂的家屬正義 我們所謂我們自己要的正義 都要自己去靠嗎 那我們今天到底還要法律幹嘛 應該說發生這種事情 檢察官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叫我要相信他們 OK我選擇相信 可是今天憲法這樣子 有死刑跟沒死刑是一樣 那請問我還要相信什麼 那我們家屬要怎麼辦 那我們剩餘的被害人家所活著的人 那又要怎麼訓練對往後的自己 大法官會議呢 外表小民間啊 兩邊都討好 實質上它是已經退職了嘛 民進黨呢 它是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當作小弟嘛 整個憲法的制度都錯亂掉 沒殺小老有人的學生 自甘墮落啊 當人家的走狗 司法院到底是什麼 我要跟大家提醒就是說 不管是總統制內閣制 那我們知道 總統制是制衡嘛 立法行政制衡 內閣制是你 行政必須要張有國會的多數嘛 但是不管是什麼制度 包括雙首長制 司法應該是保持中立的才對 那我們在講說那司法權它的部分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說這個 一般來講說我們立法在國會嘛 行政就是在行政部門嘛 司法就是說看到底有沒有 到底合不合法 但是呢 大法官會議裡面最重要就是說 它到底政府的權利是什麼 人民的權利是什麼 那政府跟人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那這裡就是說 也就是說政府的作為等等 這裡你下去看說 它有沒有違憲嘛 你就去看 但是目前為止我們看到 我們的 我們的這次大法官會議呢 好一點點的是報告消敏根啊 那兩邊都講 兩邊都討好這個樣子嘛 它沒有說是要廢死刑 但是說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可以廢死刑 那實質上它是已經廢死了嘛 而且呢 它是越舉代跑啊 OK它只是你知道 我們知道 大法官會議它只能講說 到底它是不是違憲 但是它不能告訴立法院說 你應該要怎麼樣立法 你知道嗎 業舉代跑了 你知道它以為它現在是 這個太上皇是不是啊 所以呢現在他們 所以我們講說 民進黨呢 它是把這個 好 這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當作小弟嘛 大法官會議呢 是把他認為說 立法院的太上皇嘛 這整個憲法的制度都錯亂掉 所以這些 這些無殺小樓 永遠的學生 自甘堕落啊 當人家的走狗 你覺得今天如果這 這犯罪被害人是大法官 自己的家人 你覺得他會這樣弄嗎 他不會啊 因為 這犯罪被害人根本就不是他家人 他沒差沒感覺 他無所謂 你知道嗎 他只是問到執行民黨 直接一直以來這樣做而已 接著